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圆圆 欢迎收看健康心经 我国酒精性肝病患者高达5600万 其危害可见一般 酒精在进入人体后 需要肝脏中的酶进行分解 但是肝脏功能有限 过量饮酒会导致乙醛出现 而乙醛是引起肝脏损伤的主要因素 它可以使肝细胞出现变形 坏死 长此以往会引起肝脏硬化 诱发酒精性肝病 俗话说预防是最好的治疗 所以肝不好或是经常饮酒的人 当出现以下无中表现时 就要趁早注意养护肝脏了 1.睡眠质量差 经常无故在凌晨1到3点醒来 而且醒后很难暂入睡 2.眼睛干涩 发痒 红血丝明显 还有部分的人眼睛发黄 若同时还伴有脸色发黄 尿液发黄的情况 要趁早去医院检查肝脏的健康状况 3.头发经常出油 掉发也十分严重 4.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 经常感到焦虑烦躁 还容易生起动怒 5.手掌大小鱼剂发红 指甲竖纹明显 甚至出现黑色条纹 这些表现占得越多 可能肝脏的损伤就越严重 要趁早注意了 想要养护肝脏 首先要将外在因素对肝脏的损伤降到最低 所以日常要少熬夜 少喝酒 少吃油腻刺激性的食物 此外若能再做好两件事 肝脏也会感激你 1.多喝水 日常保证体内水分充足 有利于加快新陈代谢 帮助肝脏排毒 缓解肝脏的负担 但只喝水效果有限 中医推荐在水中加入菊花 蒲公英 绝蜜子 桂花 牛蒡根 枸杞等食材 其中蒲公英可清热降火 排肝毒 预防肝损伤 尤其对酒精性肝损伤效果显著 枸杞可补肝益肾 清肝明目 将这些食材按比例制成茶饮 可以清理肝脏毒素 提高肝脏解毒功能 同时可以淡化色斑 延缓衰老 让皮肤更细腻 2.睡前泡脚15分钟 脚部素来有着人体第二心脏的称谓 中医认为睡前用50度左右的热水泡脚 能起到疏通经络 凭肝气 易肾经 调神静气的功效 有助于缓解疲劳 提升睡眠质量 更有助于我们养护肝脏 好了 本期的养生知识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多点赞 多转发 多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